把你自己应该做的那个岗先做好了 先不要操心别人的事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社会 很多时候不缺少锦上添花 但我们缺少雪中送炭 有很多人为别人操心 那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但你的本质对你的这个岗来讲 对你这个链条来讲 这个环节永远是雪中送炭的 所以有很多话 你站在积极的立场上去解读 就能够得出积极的价值 你会知道什么是位什么是正 怎么做才好 而再其位要怎么谋其正呢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 无事也无墨也 亦之于彼 这是一个多么坦荡磊落的态度 君子离天下做任何一件事 没有薄厚亲书 自己心里定的那些个标准 只有一个标准在前 就是一个字 义 什么叫做 义之于彼啊 就用义作为比照 作为法则 无事也无墨也 没有薄 没有厚 没有远 没有近 没有亲 没有书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就是按照你的标准去做事 处事之道的首要问题 是要把握好一个度 否则将过犹不及 但是余丹教授认为 为人处事更重要的一点 就在于把握我们自己言谈举止之中的度 我们每天都要说话 我们每天都要做事 论语中对于言行的试读 又有些什么样的劝导呢 我们以前曾经多次说过 孔夫子一向不鼓励那些巧言吝啬的人 特别能说夸夸其谈 孔夫子说贤以仁 这种人啊 那有人意身长的少 找不着真正的人者 他鼓励的是什么呢 他一定要积极的去做事 做事要敏锐 要做到要有效 但是说话要小心 一定要慎于言 不要去说自己做不到的事 在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孔夫子为什么提出慎言 慎于言 说话也要小心 这也是一个分寸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 叫祸从口出啊 要没那么严重的话 也起码有人说 叫言多语诗啊 说话多了的话 总有不得当处 这一点在你为人处事中 就要小心 老师我要去做官了 您说我得注意些什么呀 你呀戴着耳朵闭上嘴 少说话少抱怨 做事多用脑子少后悔 你这官也就做稳当了 他有个学生 孔夫子的学生 子章 子章学甘露 什么是甘露呢 就是去做官 去到这社会上担当点社会的职务 去请教老师 说我得怎么样啊 我们慢慢来看 很有意思 多闻缺疑 说你多听 你先少说多听 带着耳朵去 先别带着嘴 你多听啊 听多了 你心中的疑问就少了 你听听别人的经验 这就是我们说 一个人自己身体力行的 叫直接经验 但是听别人走的弯路 他经历的坎坷 那是间接经验 说你多听点间接经验 你心里头疑问就越来越少了 你就算是听完了以后 也要慎言其语 你明白了这些 其他的还是少说 尽量少说 则寡游 怨天游人吗 游也是一种抱怨指责呀 他说如果你多听 自己少说话 这就会让你少了很多抱怨 再有一点叫多见缺带 光是想思而不学则待 人不就迷惑了吗 你见的多了 这种迷惑就少了 迷惑多是因为眼界不够大 你还见识太少 如果是井底之蛙 就看见一个圆圆的一小片天 那你怎么能知道 什么叫海阔而天空呢 所以说你就出去看 多看 看得越多 心中的这个迷惑越少 然后你做事要慎行其余 仍然要小心 这个小心在论语中被概括 叫做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一个人那种小心翼翼 在做一件事情之前 要像站在深渊旁边 要像走在薄冰之上一样 小心翼翼 这叫慎行其余 就是多思多想 多看多见 但是落实到语言层面 和行为层面上 三思后行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 则寡悔 让你自己的心少一点后悔 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人一旦后悔的时候 一切皆成定局 所以他告诉这个学生 说现在你还没做官的 我告诉你出去 多闻多见 慎言慎行 能做到这些吗 做完了以后呢 言寡游 行寡悔 录在其中矣 一个人如果在他说话里面 少了很多的指责抱怨 在他行为中 少了很多让自己后悔的经验 这个人出去做官做事 录在其中 他就能成功了 就这么简单 今儿我们想想 这段话多实用 这告诉我们的 不就是在指导我们今天的事吗 我们要做的不就是言寡游 行寡悔 能做到这六个字不容易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小故事 说有一个坏脾气的小男孩 他一天到晚在家里发脾气 特别的任性 跟家人经常摔摔打打 有一天他爸爸 就想要给他找一个办法 就把这孩子拉在了 他们家后院的篱笆旁边 说儿子 你这样 你以后每跟家人发一次脾气 你就往篱笆上敲一颗钉子 你看看你发多少脾气 就孩子想说 那怕什么的 我就看看吧 他就让人一通 帮自己敲一根钉子 让人一通帮敲一根钉子 然后一天下来 自己一看 说哎呀 一堆钉子 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他爸爸说 你看你要克制了吧 你这一天说了多少这种错话 跟大家发多少活 那怎么克制呢 就说你克制 你就一天争取不发脾气 你要能做到一整天 没发一次脾气 那你把你原来敲的钉子 可以拔下来一根 然后这孩子呢 本来已经密密麻麻的 发脾气 钉了那么多钉子 后来一想说 发一次就钉一根 这得一天不发脾气 才能拔一根 多难呢 就学会了克制 不断的克制 觉得真难 但是他想把钉子拔光 就克制克制 等到他把篱笆上 所有的钉子 终于都拔光的时候 他忽然觉得 我已经学会克制了 我可以不发脾气了 所以他就真正是 发自内心非常欣喜的 去找他爸爸 他说爸爸你去看看 篱笆上的钉子都拔光了 我现在不发脾气了 那么他爸爸 跟他来到了篱笆旁边